所以,师父,跟大家真的也不能讲太多, 因为嗓子今天有点问题,嗓子有点痛, 所以这两天太累了。 稍微告诉大家,关于《心经》里面有一句话, 我上次应该跟我们的弟子看课的时候都讲过的, 有一句话叫《无苦即灭道》, 很多人问我师父,我跟弟子上课了, 可能今天来在全世界很多来参加师父法会的, 包括我的人,这些孩子们他们都没听懂。 这些苦难大家都知道,人间所说的是苦难的果,就是苦。 急呢,是什么呢?急就是你有苦所生存的因缘。 所以人家说,苦了之后,接下来就会有很多的麻烦出来, 这就是急。 苦呢,是什么? 比方说感情上受苦了,感情上给人家闹崩了,对不对? 那接下来在家里想不妥,难过,念经。 这个意思就是急。 然后呢,灭是什么意思呢? 灭就是要灭掉这个苦果。 把这个苦果要灭掉它。 因为我今天生出来这个苦了,我不把它灭掉,我就一直尝受这个苦。 对不对? 所以要把它灭掉。 灭掉这个苦,那么, 道呢,其实是一种灭苦的方法。 灭苦的方法,就是我有什么方法把这个苦灭掉。 你嘴巴里吃了一个东西,苦的不得了。 然后呢,你应该用什么方法把它灭掉? 吃糖了。 对不对啊? 很多人吃得很苦了,他就用其他方法。 那么有些人呢,在人间感情上吃苦了,用什么方法呢? 出去看电影了,有的人去买东西了。 还有的人呢,喜欢打电话了。 对不对? 很多人呢,喜欢花钱。 其实这都是一种方法。 这个几句话呢,就是告诉大家, 我们要灭掉苦,无苦即灭到。 也是说,我们不要生出苦。 我们也不会受苦的缘。 这样的话呢,我们才能灭掉这个苦种。 然后呢,我们才能找到这个道路和方向。 所以你们念经,听听信经,念了半天。 无苦即灭到,无苦即灭到。 懂不懂啊? 现在明白了吗? 所以,佛法上离苦得乐,实际上就是要灭掉苦即灭到。 所以,通过涅槃来找出出世间的法。 出世间的法是什么呢? 就是一个人想真的修成,他必须出世间。 出世间呢,人就会超脱。 比方说,今天我跟这个人吵架了。 明明这个事情,明明是这个人不对的。 你如果用人间的法说,我跟他打官司。 肯定是我赢的。 明明这件事情这个,肯定,对不对? 好,这是在世间法。 路实法,修行。 对不对? 学到后来说,我不跟他打官司。 算了,是我赢的。 我不跟他吵架了。 这个是人间路实法的修行。 你好像表面上,你没跟他打官司了。 实际上你心中还积虑的那种,你有理。 他没理的那种业障块在心里。 他出世法是什么? 吵什么?就像梦中一样。 今天明明他欺负你了。 你出世法说,我这个是完全像梦中一样。 是空的,是假的。 这种他赚的便宜和我赚的便宜。 不管什么事情发生,它全是空的。 因为我最后是要上天的。 他在做他的事情。 而我以后要升到天上去。 所以这种完全就是超脱人的一种本能。 所以过去有一个电影叫本能。 讲的是人的一种自然的一种本能。 所以你只要做了本能。 你就会有这种本能承受。 比如说你今天偷了一条狗了。 那么狗的本能就是鼻子要问东西。 你们看到飞机上,要牵着狗跑来跑去。 他就是拼命地要闻出一点东西出来。 对不对啊? 像我们很多佛律到新西兰去。 对不对啊? 有一个橘子在里面。 结果被闻出来了。 发了四万块。 那边有香蕉,被它闻出来了。 它有本能的。 那么人的本能是什么? 敏感、忌妒。 而且呢,清净计较。 这都是人的本能。 所以要把这些本能去掉。 用什么方法呢? 因为我不是人啊。 我是菩萨啊。 就像一个狗一样。 它如果这个狗的智商, 它能够觉得它应该以后成人。 它就说我不是狗啊。 我不能做狗的事情啊。 我要做人的事情。 我小辈子就偷人了。 是这个概念。 我们人也是这样。 我们这辈子虽然是人, 但是我们在人间做菩萨的事情。 我们以后出来毕业之后, 我们在人间结束之后, 我们就做菩萨。 是这个概念。 所以清净每一句话, 它都有它的本意和道理。 所以清净念了之后, 可以让人心灵念亮。 但是像你们念了半天, 没有师父给你们解释。 心不明,眼不亮。 所以要记住这些道理。 所以呢, 我们要怎么样得到快乐和离苦的方法, 就是要无苦即灭道。 不要把苦拿来, 你就不会要去灭掉它。 实际上在佛陀还没有出世之前呢, 这个也没有讲过其他来世间的人, 也没有讲过死生道。 很多圣人当年能够成佛, 他们用的是其他的方法。 他们到了天上, 他们才知道。 他们在人间, 佛陀还没有传下来这个, 这个超脱六道的这个方法的事情。 他们人呢是观十二因缘, 而得佛法。 观十二因缘, 而成佛, 成菩萨。 所以这个, 我平时跟弟子开始的时候都讲这些东西。 十二因缘, 我都跟他们讲过。 所以, 明白苦果的原因, 口气灭道在你的心里呢, 很快的就会慢慢的消失。 原因, 为什么会苦? 因为我们是原因。 所以, 你脱离了人的想法, 你就进入了菩萨的想法。 所以要超脱。 一个人能够超脱人的本能, 一种欲望, 那你这个人就学会克制, 有戒律。 有戒律的人呢, 就能够成佛。 所以呢, 不要心中装满在自己的看法和想法的人, 永远呢, 不会自高自大, 不会亏本, 不会做错事情。 而且有些人呢, 永远心里装满自己的想法。 而且呢, 对别人的看法, 他永远自己是对的, 他听不到别人的声音。 最后, 他太肯定自己的看法, 最后他就会非常的后悔, 来结束他的人生。 所以, 自以为聪明的人, 永远觉得别人是最愚蠢的。 所以, 希望学父的人正信正念, 永远不要以为别人很傻。 小小的争执, 你会远离了你的亲朋好友。 不要为了一点怨恨, 就忘记了别人的大恩大德。 很多人不开悟, 一辈子只做了三件事。 自欺, 欺人, 被人欺。 自己害自己, 自己欺骗自己, 然后再去欺骗别人, 最后呢, 害了自己。 所以, 要抛弃一切执着。 我们在人间之苦, 不要恨天怨地, 因为这一切世界上的东西都不是你的。 所以, 用不着你说我要抛弃这个世界, 这个世界用不着你抛弃, 它本来就存在。 你走了, 它也存在。 所以, 一定要感知世界万物为我所用, 并不为我所有。 所以, 今天, 我们可以拥有这个房间, 但是, 不是为你所拥有。 所以, 是带不走的, 必须要放下。 在这个世界上, 什么都是带不走, 身体带不走, 感情带不走。 什么都带不走, 只有精神和灵魂带得走。 所以, 不去争人间, 天下试。 试看, 谁能天上行。 谢谢。